萧文卓听到这句问题 大吃一惊 目光惊异地看向林小忠 这个问题 袁天也知道有多大吗 即便是那些能臣干利 也说不出多少道道来 改变整个薛言潮的经济状况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 一直都是历代皇帝 努力在做的事情 但四海生平到现在 四国都仍是这种状况 难道林小忠 还真的有什么真知灼见不成 女人 对于政治经济 不都是一无所知的吗 这一路来 林小忠跟袁天也聊得最多的 就是这一类的话题 袁天也在国家治理上 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很希望自己 能用现代的一些经济理论 来启发袁天也 从而间接地造福于百姓 所以心里想什么就会说出来 一点也不藏私 这让袁天也对他的见解 很是惊异 此时见袁天也当着萧文卓的面 把这样的问题给提出来 他便知道了他的用心 笑了笑 道 三位皇子面前 我一个小小女子 不过才走了半个北燕国 现实不广 哪里敢搬门弄府 打谈国事 杨公子 你怎么拿这话问我了 在萧家兄妹面前 他不能直换袁天也的名字 叫他义王爷 有太监外 相比沈紫义的称呼也不对等 因为他们都是轩辕四公子之一 干脆林小竹便在人前换他杨公子 这也是到了南海国 人们对袁天也的称呼 沈紫义虽然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 但一路听得林小竹和袁天也的高谈阔论 最是知道林小竹的见解不凡 此时见他在萧文卓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但 小竹 你就别藏着了 你一向见识不凡 文卓兄也不是外人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林小竹却仍是摇头 我见识浅漏 义公子您跟杨公子对我多有包容 自然不会笑话我 现在在萧大哥面前 我哪还敢乱说话 还是算了吧 如果袁天也那句话一问出 林小竹就马上把一堆大道理给说出来 萧文卓绝对认为那是袁天也交给林小竹的 目的就是让他说出来 以便让自己对他刮目相看 可现在林小竹不断推脱 而沈紫义言语里面对林小竹极为的推崇 他心里便开始有一些相信林小竹 或许是有一点不一般的见解 心里对林小竹的好奇更胜 望着他道 郁公子也是如此说了 想必林姑娘见解不凡 既然当着他们的面都能说 在我的面前又有何不能说的 莫不是林姑娘还把我兄妹俩当成外人 林小竹听到他这话 这才极不情愿地道 萧大哥都这样说了 我要是再不先瞅几句 岂不是要被萧大哥责怪 如此我就随便说说 他抬起头来 扫了大家一眼 道 我感觉现在的四国都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英雄守旧 毫无活力 北燕国多丘陵 西林国多戈壁滩和沙漠 南海国多海域 地土都不多 骗大家都愿意守着自己那片土地 过着看天吃饭的生活 他把路上跟袁天也说过的话 又详细地说了一遍 提出了因地制宜 走特色农业的发展之路 大力发展商业 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等观点 让萧文卓听得极为的震惊 震惊之余便是沉思 把林小竹所说的观点 好好地想了想之后 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大叫一声 好 看林小竹的眼光 眼睛里冒着光 想了一想 他又道 照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这里最适宜种植的瓜果 种植之后 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商业 把瓜果卖出去 这个问题 我也是想过 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瓜果不宜保留 路途遥远 道路不畅 还没有等我们运到别的国家 就烂掉了 这又如何解决 首先是进行深加工 把瓜果制成水果干 这样的话便于运输 萧文卓点头道 我国的商人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林小竹反问 那请问 你们在这方面做得好不好 国家有没有重视 有没有召集国内聪明的人 去帮助想办法解决问题 萧文卓哑然 林小竹接着到 这正是我想说的一个大问题 许多重大的发明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 比如这马车 有了车 我们的行物方便快捷 而且在战场上 也可以用战车和骑兵 还有步兵集合起来 可以在车上布阵 战法灵活多样 等等 一听这话 袁天也两眼放光 这战车是怎么回事 你再说说 是啊是啊 如何灵活多样法 萧文卓也兴奋地 一改平时的稳重形象 像个孩子似的嚷嚷起来 林小竹无语地看着两人 他现在讲的是经济好不好 怎么又扯到军事上了 不就是举个例子吗 看来这宣援国和平久了 连军事水平都退化了 这两个明显对军事 极感兴趣的人 竟然连战车都不知道 他只好把在秦始皇兵马俑那里 学来的一点军事知识 跟这两个人详细地说了一遍 然后看着这两人明显沉迷于军事里面 值得提醒到 刚才我是举个例子 说明这些重大发明 对于人类是有极具意义的 我们都应该大力地提倡 多进行奖励 甚至是提拔重用 授予官职 比如如何使得那些瓜果 保持得更长久 味道更好 百姓的智慧是无穷尽的 只要你们去鼓励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见肖文卓和袁天野 把思路收了回来 他满意地点点头 又道 要把那些瓜果运出去的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交通 要享富 要先修路 而修路也不光是国家拿钱 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去进行 比如哪位富商出钱修一段路 或是架一座桥 就给予什么奖励 或是他出了钱 可以在多少年之内 在那个地方投一个路卡进行收费 嗯 就像我们来的时候 那条大河 就可以想办法架桥 在我前面所说的 那个发明的鼓励下 自然会有能工巧匠 解决技术性的问题 然后再有商人收费 我想不能花国家一文钱 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而北燕国和南海国的 物产流通就方便了许多 好好主意 肖文卓拍案叫绝 看向林小竹的目光全是赞赏 然后目光转向袁天野 心里感慨 难怪袁天野非林小竹不娶 像这样有见识的奇女子 便是他先遇见也不会放弃 听得肖文卓的夸赞 袁天野明显眼里是极得意的 在桌下 偷偷地伸手握住了林小竹的手 怎么也不放开 过了那个大山脉 便到了南海国的境内 越往南走 天气便越温暖起来 而且从马筹望出去 景色也越来越有海边的风貌 而因为肖文卓的态度的改变 林小竹跟肖肖的关系也好了起来 肖肖是个纯真 没有什么心机的女孩子 跟她相处 让林小竹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感谢观看